首先,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在那個情況真的很難不發怒 我想說,首先我們的心要告訴自己 我可以一步步,真是可以很快地處理 可以這樣告訴自己 當然,一個人去到那個程度,你就告訴自己 沒有說,當然要發脾氣,不一定當然 我也曾經說過的例子,就是公開那些人攻擊 但我一直坐著,我說沒有所謂 在一晨眼中有什麼所謂 你這樣想,你到天堂的時候 你以前被人罵,是否重要? 是不重要 我只能想,這一切做到天堂的時候 都沒有所謂,或者被人誤會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很重要,即時想爆發 但去到天堂,什麼都會揭曉 他現在誤會了,我會解釋,如果覺得需要 但有時候都不需要解釋的時候 沒什麼所謂,到天堂都會揭曉 知道這種心就是說,現在有什麼所謂 因為神保守我就最重要,神會使用我就最重要 這些一切人看我,不重要 總之我走一會兒去計劃 但這裏一步步提升,就是我們不受那樣的影響 其實基本上就是價值觀不同 不是一定要別人歡喜,或者別人做了我想做的事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太太說 這個問題,太太說想買東西 是不是我們馬上回應呢? 這個問題是兩方面的 有幾方面的,第一方面就是 當有件事發生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說你生命更新 即時你就會變去一定是正面的人 都不是一定的 我就會說,有不同的程度 有一種程度是怎樣 一樣要做決定 但是起初可能的決定 都會第一個意念出來 例如說,工人做得不好 可能即時也有一個意念 即刻覺得不歡喜,不喜歡 或者甚至想罵他 但是呢,在裡面即刻處理 即是在一秒或幾秒鐘之間處理 處理了之後,就說 不要緊,他都是這樣 那麼久都是這樣 他現在都是這樣,沒什麼問題 即是,素來都是這樣 就是不要期望他 那麼理智 做錯就做錯 這樣你就能夠在一個短時間 我們會不會整個主意改變呢? 即是意念改變呢? 有些會,有些不會 例子 一看到人,是否立即想祝福他呢? 你可以自己操練到的程度 即是看到人想祝福 即時可以出現的 但如果那個人對你不好 依然是祝福呢? 我就覺得 就算那個程度很高也好 都總會有一些 想 好像想罵他 或者想發瘋症 都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但你就盡快處理 即是 一種情況就是 那個人沒有害你的 你就一看到他就想祝福 那這種情況呢 是可以在神裡面 即是說 我已經與基督同單十字架 會有活著的是 基督恩能力活著 這樣的時候呢 就更加容易 很快就靜悟了 但當你受攻擊 受人說負面說話 依然都是會彈出來 不過呢 就盡快處理 但會不會去到 即是說 完全呢 一彈出來 我已經都不受影響呢 那有可能性就是 如果你打預防針 譬如有個人 你已經知道他是這樣的 那你預了他 是說負面說話 那他一說的時候呢 但我覺得 心肢總會硬一硬的 但一硬一硬 立即就處理了 好了 去到這個情況就是 太太要求一件事 是不是太太要求一件事 我們一定做呢 其實我們都是應該有判決的 是否一定他說買東西一定買呢 即是有判斷的 那這件事就沒有一個定規 即是每一個家庭不同的 但是呢 就出於善意了 其實這件事令他歡喜一點的 那我就買了 即是令他歡喜的 那種的心態 另一種心態就是 我都要管家的家庭 那些錢不夠 那怎麼辦呢 那時候呢 就要跟他談了 那要跟他談 我們這個月的經濟是怎樣的情況 我們買不買 可不可以買呢 那這樣就商量 就不是發怒 即總是不發怒的 就可能是商量 可能呢 就馬上說 買吧 並且加上一樣的 很開心地買吧 我送給你吧 即這樣就 就加多些好東西下去了 就不是呢 就不像勉強 即是勉強地做 很善意去做 當然這件事 很多人覺得很難 即是很善意去做 譬如呢 這個星期六就是情人節 你們不知道 我是要來講到的 我是要來講到的 我說要是之前 要是以後和你吃飯 或者拍拖 那我太太就說 我兩樣都要 至少和之後都要 但是我跟著就說 好 我們一起去開心 即是我們就加上這一句 我們一起去開心 享受這個時候 即是 其實這個心態就是 我們既然做一件事 就做得開心心 讓周圍的人都開心 這種又另一種的 即是高層次 就是說 什麼人都祝福 很感激 對任人都表達感激 對任人都表達愛意 那這個就是 我們能夠享受生命 我希望大家都是 時時這種心態 如果萬一 我講這些事情 是會刺激你的 因為可能你家裡不是這樣的事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 又不要放人刺激 或者說 好吧 我都嘗試把多些外貌 放在家裡 或者會越來越好 即是我都是用努力的 我不是說用努力 還有我都 任何人做的事 我都欣賞 任何人我看到你們 我都欣賞 我都覺得 你們有好的事 我看到你們有很多好的事 由你起初 第一次我見到你的時候 現在已經很大進步了 所以你這樣想的時候 我已經進步很多了 那你就開心了 就不會說 為何還這麼難呢 一步步 已經進步了 那你就告訴自己 做得很好 感謝主 都是有進步 感謝主 那就正面了 也欣賞自己 也欣賞到周圍 這種心態 在我們領敬拜和侍奉都出現 為甚麼呢 當一個人領敬拜的時候 他會歡喜快樂 他自然說 噢 YES HALLELUYAH 他就很興奮 但如果他是一種要做 今天唱這首歌 如何介紹 如何做法 明天做得好不好 會不會唱得好不好 這樣的心態 就有一個好像 律法的狀態 即是我要做得怎樣 但如果是一個恩怨的狀態 所以希望大家 待會操練 一會操練的時候 是一種喜樂的狀態 會中的狀態 而我今天所說 我答覆了一些問題 但希望大家 就會將這個應用 在你的問題裏面 真的這樣處理 既然做人 何必做得那麼辛苦呢 其實你的困難 都不會沾一隻走去 你的困難 不會沾一隻走去 他不會沾一隻走去 但是你可以這樣想 我會告訴你 不如你們是誰的傭人 給他的傭人差一點 告訴他我的傭人 讓他知道 他的傭人 我就是傭人 我就是傭人 讓你知道 其實你有的 都有很多地方 可以數到一點 你就不會這樣介意 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說 其實有什麼所謂 其實我們有依有食 當我曾經被人傷害的時候 我就說 總不及去逼白的時候 逼白的時候 逼白的時候被人打 被人天天罵 鎖在牢裡 躺在濕地那裡 不是濕地公園 是濕地 我說 我現在總不在這個情況 我們不是常受苦 其實我們有很多好事 我意思是 你受苦的時候 你想一下 其實我受的苦 也不是很大 這就是我更加神給我的功課 你就比較 起碼我 因為你可以解釋 其實是簡單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麼困難 你可以解釋 其實不是這麼難處理 就是學你的功課 什麼時候都是 其實我很多年的處理 都是一種功課 就是教育委員 師父母 就是教育委員 看什麼 我不驚你 如果沒有留在這首巨大 你又要看什麼 我也是 我幫你